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天生丽质又满腹才情的她注定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她短暂却有波折的一生啊一直为后人所兢兢乐道 有的人说她是妓女自甘堕落 有的人说她做了道姑却风流成性死有余姑 于玄姬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 一位如此有才华又风华绝代的女人 为何会出家为泥呢 又为何会把道观作为风月场所 自甘堕落的做起了妓女 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怎么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呢 大家且听沐昕慢慢道来 于玄姬原名于又威 出生于风雨飘摇局势动荡的晚唐 从小聪慧过人的于又威五岁能勇诗 七岁会背诗 再加上倾国倾城的美丽容颜 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在外了 当时初来京城任志左补雀冠的李毅 游览崇祯观时 无意中看到了于又威留下来的诗 顿时为她的财情所折服 想一睹这奇女子的风采 可惜她这次来京城要忙于官场的应酬 一时分不开身去打听于又威的情况 这一遗憾就暂时压在了心底 李毅顺利任之后 有一次去拜访温婷云 温婷云是名门之后 祖辈温彦博曾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 温婷云自己也是唐朝有名的诗作大家 他大手秦怀有水水无清 还向金灵样春色被奉为经典 李毅在温婷云的书桌上 发现了一首抒情的六言诗 诗句轻快名利 字体娟秀小巧 不像是温婷云所作 疑问之下激动不已 原来这首诗出自于又威之手 温婷云是于又威的师父 两人经常以诗交流 温婷云把李毅的神情看在眼里 心中也明白了李毅的几分心思 李毅年方二十二 以官拜左捕阙 以后必定前途无量 再加上李毅又生的端正俊美 性情温和 跟渔又渔啊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好心的温婷云 便暗中撮合二人 想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于又威和李毅 当然是一见钟情了 再认识了没多久啊 李毅便一乘花轿 把于又威取进了门 李毅为于又威 置下了一间临间别墅 新婚燕尔的两人在别墅中 度过了一段 令人心醉的美好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啊 李毅来京上任已有一段日子 家里还有一位原配夫人裴侍 裴侍见李毅去京城多时 却还没有打算来接她 便一封信接一封信的催促 李毅没办法呀 只好亲自去老家接陪侍来京 于又威善解仁义 理解丈夫的苦衷 借原配来同住是天经地义的事 便让李毅放心去接 她在别墅等着李毅回来 李毅这一去便是两个月 于又威在京城望穿秋水 终于盼到了心爱的丈夫回来 然而出生名门的陪侍 眼里容不得沙子 根本不接受于又威这个小妾 整天打麻刁难于又威 于又威一开始觉得正方 只是一时没法接受她 等她发泄完了 就会接受这个事实了 为了她的爱情呀 这些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然而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裴侍并没有稀释宁人的意思 整天闹得家里鸡飞狗跳 裴侍的娘家势力遍布京城 李毅怕得罪了裴家 只能一纸修书 将于又威扫地出门 明着是断了关系 暗地里啊 李毅却找了一处偏僻的道观 贤疑道观 以出资修妻道观为条件 把于又威送进了道观 并对于又威说 让他忍耐一阵子 等劝服了裴侍 就来接他回家 道观里的观主 为于又威取了玄机的道号 从此于玄机便在这道观里做起了道顾 三年过去了 李毅竟从来没有见过于玄机一面 想起以前两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于玄机泪如雨下 他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 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 还不接自己回去呢 这时道观里的观主啊 也因年老历绝 可然尝试 然而就在观主去世后不久 于玄机便从香客中 打听到了一件事 李毅早已出京 邪娇妻远赴扬州任之去了 于玄机崩溃了 自己洁身自好 长扮青灯三载 却所托非人 一腔柔情付出东流 想起这三年来自己吃的苦啊 于玄机笑自己 太傻 太痴情 从此于玄机看破红尘 这位秀外会中 才情四义的贤淑财女 摇身一变 成了只为纵情享乐 放荡堕落的女人 于玄机凭着京式的才华 角色的容貌 吸引了大批的文人演示 风流公子前来倒灌 于玄机的艳名呀 也越传越广 在他28岁那年 于玄机因为争风吃醋 错杀贴身婢女绿翘 而背叛斩刑 结束了波折变换的一生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嫁给渣男毁一生 这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啊 好了 今天的沐昕摘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记得关注沐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